给你徐叔叔在家等我啊 乖乖的不许乱跑啊 在家里听话 我走了 你别跟着我 去 去去跟徐叔叔玩的 别跟着我啊 别跟着我 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别跟着我 哎呦 好孩好孩 去去去 去跟徐叔叔玩的 去 去玩手的 像这块凉快 要不这块太热了 这三十多度啊 去快 去吧 去玩手去 哎呀 哎呦 我的孩儿啊 你这不是 成心让我不去吗 好了 你俩玩吧啊 哎呀 别跟着我这是 你跟着我 人家不让你去 这是寸步不离 一会儿也离不开啊 那有人看你去 去回家去 走走走走 快走 去快 去回家去 去吧回去吧啊 等一会儿我就回来了啊 你去回去吧 你看哎呀 快给他叫走 你看不行 你就不让我去 打承啊 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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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了 我现在要去的地方 就是 罗布人 村寨 但是 刚才我问了 黑牛是不允许进去的 所以说 客长 在那个大树底下 乘凉 看着黑牛 然后 我带大家进去 这块就是售票中心 然后在这里 过案件 买票 已经够完票了 60块钱 有5块钱保险 15块钱去间车 40块钱门票 人还挺多的 给大家简单的讲讲罗布婆吧 因为之前我对罗布婆有所了解过 有的朋友知道 有的朋友不知道 罗布婆是我国四大无人区之一 但是 说是无人区 其实 这个罗布婆是有人的 但是 这里的人 不是一般猎人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国的原子弹 第一颗原子弹 就是在罗布婆 爆炸成功的 然后清淡 相继这些年的核实验 全都在这个罗布婆里 做的实验 都成功了 所以这里不是没有人 只是 没有普通人罢了 给大家说三个人物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 第一就是彭加木 第二是鱼唇树 第三就是雷电声 这三个人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看他们三个在罗布婆 都做了些什么 这里就是一片大沙漠 你想想 雷电声 当年自己重穿罗布婆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在这里无人区域 没有人的情况下 在这里生活了一个多月 而且是徒步走出去的 雷电声是创了一个世界记录 就是唯一一个活着从罗布婆 走出去的人 就是雷电声 有一个死在这里的就是鱼唇树 中国徒步第一人就死在这里了 罗布婆 还有一位就是彭加木 彭加木是一个科学家 也是在这个罗布婆 失踪了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这不让黑牛来是明智的选择呀 因为黑牛来这里 那这沙漠老热了 它受不了 在家里还想点火 最起码得收一下 还凉快 还有水喝 不想在这里飞个无人机的 但是看这种情况 没有必要飞呀 因为我站着已经都是高速了 环绕一下四周吧 这里要有它越野车就好了啊 可以把车开到上面来 起这个刀锋 漂亮了 这大沙漠 在这里开车老好玩的得 楼兰古国就在罗布婆 罗布婆号称地球之耳 就是最早以前 罗布婆是一块 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咸水湖 后来应该是在 1970年的时候 还在几几年的时候 就是干枯了 然后它就称不上最大的 最大的是青海湖 就是咸水湖 然后第二大就是纳木座 应该是 和楼兰人一样 无复存在了 而且这个罗布人 不知道能不能有了 去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罗布人